河北省一县清西陵南面的北福地村 原本埋葬着一位尊荣无限的大清王爷 纯渡清王允幽 他作为康熙的第七子 却能够在雍正即位后远离残酷的政治斗争 并在去世后得到了雍正尽谨小心安分守己的评价 此外雍正还亲自选定了距离清西陵不远的风水宝地 作为他的安葬之术 为他修建了占地百余亩的大气陵园 这座坐南朝北的墓葬有两道虎皮石围墙包围 南面里有碑楼 楼内有一方驼龙碑 禁院正中是响殿五间 响殿后面是琉璃大门 门内有五六米高的大宝顶一座 而地宫为汉白玉石圈 两扇石门后的石床上有两具光果 而为了保证墓葬的安全 当地还有两户人家担任守墓人一职 可惜的是在1933年4月初的一天 盗墓贼趁着村人前往观音庙看戏 将纯渡清王墓盗绝了 直到抗战时期 墓葬周围的虎皮石围墙已被拆除了 陀龙碑和大宝顶也全都被炸毁了 此后纯渡清王墓只剩下了地宫和石门 整个陵园周围千疮百孔 荒草丛生 村里的孩子们时常到附近玩耍 甚至在墓葬附近堆满了垃圾 原本的端庄大器早已不复存在 余下的只是一片破败凄凉 考古专家们也表示 这座墓葬已失去了考古价值 这个超级大罕奸 倾家荡产也要给日本买两架飞机 81岁枪毙时还高呼这一辈子值了 他这样究竟是为了啥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 探秘历史原创视频 在下方菜单栏 往期风采中即可观看